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真的更加觉得 我们都好像不断有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真的觉得三年 两年 一年 年年都会有 我这几年都涉及香港的球员 或者是职员打假球的事件 廉基是做到事的 如果是这样的 就不存在 那时候他们说香港赌球合法化呢 就是几个人打假球 所以就不要被他合法化 那你其实 你就要赌了 那你犯法就拉狗去 还有说你操控财果判重点 错你七八年 你猜你这么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严重呢 因为赌香港的球员 在现在来说 我觉得都差不多是最后一条 就是最后一条路 你要救香港足球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他吸到多些钱 于是乎那些 就是纷纷来拗争的那些 那些会 你吸到多钱 他的say 那些就开始慢慢负购 最多你就给他 不要吵架座 你给20个里 30个里 40个里 一年 不要吵架座 那些投票呢 我想就会 合理一点 正常一点 起码不会再出现 吵你了 好不好 丢钱出来 按钩钩钩 说是你这帮傻子 说是你这帮傻子 你这帮傻子 你这帮傻子 就是没有钱赚 我输钱也不要紧 你这帮傻子 我都说是 搞不起 为什么呢 例如我 你这帮傻子 就有三亿来搞 那你这帮傻子 有些对手 或者那些傻子 就有100万来说搞球 你那帮傻子 那帮傻子 就是没有了那种竞争力 不过很难说 真的不要紧 不懂 所以我希望邓炳强 如果有机会 近上一层楼 据说邓炳强 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他能够把多些心思 在足球上 但是 你是足球爱好者 不是让他吃搞球 我们习近平 也是足球爱好者 是啊 我足球梦 是 那怎么结果 是 他有很多梦 是 是 是 又这么说 下届世界部有48队 我上次分析过的形势 其实我也不觉得他有机会 他这次能够去到Asia的Final 18 都好 好彩 泰国真的入多球 你连到18 你连入18强都没有机会 OK 知道你中国足球 好了 这个有片 我不播了 我真的不知道 這叫做失禮,首先有幾個港男港女,就上去廣州融創滑雪場, 原來這個融創滑雪場,即是廣融,一直是香港人不上遊玩的, 一帶好好處,是滑雪,大家搞清楚,不是滑冰,是滑雪, 原來是這麼奇怪的,是廣州滑雪, 如果你想去滑雪,不是應該去北海道,再不是去東北,那些山山都有, 如果你想去,不要說瑞士,廣州滑雪, 好了,昨天,有一個香港女,在小紅書發問,我不知道, 其實是不是都有人玩,香港人玩小紅書,那些東西都有, 不代表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些人是喜歡玩他們, 在小紅書發問,他說,在廣融滑雪場的時候, 被一個來自香港的雪友撞倒,然後就衝突, 怎知道那個港男仲說,你不要做雞啊,你, 於是乎就點燃他的路況, 誒,是不是比利曼寶地震中了? 不知道啊,他呢,就將對方壓在雪地狂吐, 這條片一開始呢,是一條女, 這麼自肚子狂抽的, 哇,真的很奇怪,第一個男人是三個男人, 第二,就算是一個男人,如果一個男人, 你真的不可能不夠一個女人打的, 你問我,除非是行馬? 即是你說笑而已,老實說, 你就找全香港最好丑的女人跟我打, 誒,我覺得我不覺得他打的, 但他打不低我, 即是我不覺得他打得低我, 他打不低我, 他始終男女的體型是真的有別的, 他吃我兩東西, 我又不覺得他能做得到啊, 但好像以前什麼,對老昏那些呢? 那麼他那些不會打, 他那些不會抽得贏我啊, 老昏,他真的不是懂武功, 我是說真的懂得搏擊那些, 嗯, 有速度的, 那麼我覺得我不去打的, 我真的會中他的, 他快的嘛, 但是他的那個力量啊, 其實趕來講他男女的力啊, 是, 好了, 就等於, 我們黑熊, 因為大家知道我很喜歡啤啤熊的嘛, 我不要說那些大灰熊啊, 北極熊那些, 就算那些好冷賓州啊, 那些黑熊啊, 即是中國那些, 他正面推出來都幾百磅啊, 是, 那我不覺得黑熊會抽贏我啊, 在功夫上面, 你就試試跟他打吧, 是吧, 他那麼笨, 你老虎先生就說什麼啊, 他一推你, 你也不用去哪一邊啊, 他的那個力量, 即是男女就是這個分別啊, 好了, 好了, 被撞的香港女士主事後接受訪問, 他說, 他跟撞人那個港男一起被行政拘留二十四個小時, OK, 他說那男人呢, 還說要索取五千元賠償, 我不接受道解, 於是乎, 就被廣州警察局, 強制行政拘留, 最後呢, 我罰了五百元, 撞人那個男人罰了五百元, 好了, 他說當日呢, 是什麼事呢, 他撞到他那個呢, 是黑色雪服的那個男生, 旁邊的朋友, 他下五三點鐘, 那個黑衣男呢, 後面撞到他, 那麼他就立刻看一看那個雪板和自己, 那麼看到那個雪板呢, 畫了一條十五尼米長的超大畫痕, 而且呢, 那個板印啊, 即是那個那個, 那個雪板下面那個, 類似那個印啊, 即是刀片那塊東西呢, 就撞到他的膝頭的內側, 他說, 那其實都, 這些雪場撞到都不是有什麼大不了, 他說那個男生, 不單止不道歉, 那麼那個女生呢, 就叫他, 喂, 那你要陪回, 你撞到我嘛, 你後面撞到我嘛, 你陪回那個畫板給我嘛, 因為那個有十五尼米的腸痕嘛, 好了, 但是他不肯陪, 好了, 接著呢, 那個撞來的男生呢, 就用粵語, 就跟他的朋友說, 怎麼會沒有可能陪呢, 當然啦, 那麼交涉, 可能也不會很好說, 誰知道那個男生發了一句, 你撞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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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於是他出現, 你撞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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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那兩個朋友是不能幫忙的, 起碼要勸交嘛, 是吧, 那男人的兩個朋友, 對面是女人嘛, 那你也要勸交, 小姐, 有事慢慢說, 是吧, 好了, 警方來了之後, 看攝影機, 確定相撞的責任呢, 是男人, 因為男人在後面撞到他嘛, OK, 但是那個男人仍然不肯賠償, 都不肯賠償, 還要求說, 我現在被人打, 要刑事立案, 好, 不要說那麼多, 接著呢, 警察呢, 天下警察都想磨解嘛, 喂, 小姐, 不如這樣說, 喂, 那就是no way了, 不肯接受調解, 於是强制行政拘留, 找他們24個鐘, OK, 那現在他說呢, 廣州警方呢, 跟那個男人碰傷, 他說連輕微傷害都沒有, 而他呢, 亦都沒有嚴重外傷, 不過呢, 有些紅, 有些魚啦, 那至於其他糾紛呢, 關於賠償的那些, 警察呢, 他們自己搞了, 要上法院那些就, 嗯, 好嗎, 老闆, 我實說, 你撞到人, 賠不賠後話啦, 認識他sorry都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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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好做很多啦, 嗯, 是吧, 嗯, 好啦, 那這件事呢, 我想說一下, 其實我昨天已經看到了報紙, 就是南韓呢, 宣佈人口緊急狀態, 亦都宣佈了70歲, 即首二是最老, 70歲就成為, 先是老人的標準, 那這個重要的是, 在凡親老法國家, 就是令到他們可能六十幾歲都要繼續做事啊, 嗯, 有些福利, 享用不到啊, 這樣, 好啦, 那我們就不特別講啦, 是吧, 我就是想, 最主要講的, 就是我看回南韓, 他們自己當地的研究, 那其實不是南韓, 全世界大城市, 那個出身率低到這樣的原因, 都是很差不多, 包括香港, 人家就做事啦, 終於, 香港呢, 我真的不知道算怎樣, 當然我不是在那裡, 因為香港和我們沒有, 其實我們沒有韓國那麼差的原因去到, 嗯, 就因為我們是偉大祖國而已, 那你們不喜歡的, 那些人下來, 但你們又不生嘛, OK, 那好啦, 我現在最膽怯的就是, 屌你老母, 你過了兩夜, 宿備又沒得了, 中環又沒得拿, 公屋都未清不了, 要加租, 嗯, 我是恐怕, 連絡來幫你生的, 都沒有啊, OK, 6月19號, 尹錫瑜, 就是, 主持一個, 這個低生育的會議上面說, 現在南韓目前最根本最致命的問題呢, 就是超低出生率引發的人口危機, 他不是說這個, 金仔,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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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如果現在金仔做事, 就真的很好玩的, 如果大家看三國, 他金仔, 他真的是, 肥仔, 肥金, 他真的是, 如果你們瘋起來, 我就看一下你, 偉大的美國, 你們怎麼搞, 嗯, 你真的搞不定的嘛, 馬上有俄羅斯和中國,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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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已經在打緊了, 那你就不要這麼說, 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又不會說去什麼的, 真是, 口味而實不至, 問心那句, 是吧, 其實呢, 那場戲是很多事情看的, 老實說, 你問我, 普京為什麼要去北韓呢, 當然, 有些事情, 他都叫肥仔幫忙, 但是, 尷尬, 如果兩個真的走得好, 又不能想啊, 嗯, 你知道我們是偉大的祖國, 是吧, 但是, 北韓是不是真的這麼, 拜你呢, 那大家, 有留意一下, 這些新聞就知道, 當然不會啦, 就是不是這麼偉大的祖國, 是吧, 甚至乎, 如果你說, 特朗普真的上來, 今天晚一點, 美國時間辯論, 屌你了, 我真是想看一下, 我亦都可以跟大家講呢, 拜登一定是精神抑躍的, 一定頂了東西的啦, 一定打針的啦, 要不然就頂不了, 好了, 那些香港傳媒說, 一個癡呆, 一個瘋的, 你不要講, 我一會再講, 我一會再講, 香港傳媒, 包括屌你, 你有沒有什麼精英啊, 你們聽一下, 那些蕭生啊, 他屌你什麼呢, 陳偉業啊, 他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 他們不認識, 為什麼不認識, 因為, 他們就看上去CNN咯, 看上去那些什麼, MSBC那些咯, 是吧, 那些什麼左媒, 其實有很多盲點, 因為呢, 就算一些我很尊敬的, 所謂, 講開這些事情, 因為, 他真的沒有辦法, 原來BBC, 原來CNN, 原來, 這些全部都是含家產, 他們, 做不到的, 特別是CNN那些, 他們說不是啊, 最多是有些, 有些, 有些, 啊, 政治取向, 還不是含家產, 那現在事實就是, 你看看阿桑奇, 又, 回去吧, 今天我們會講阿桑奇, 究竟阿桑奇是英雄, 為什麼呢, 我現在跟你講, 現在有答案, 英雄啊, 當然是英雄啊, 那為什麼他被人告呢, 他也有些事情, 那你想一下, 有些事情, 會不會政府有些事情呢, 是吧, 大家要有這樣的想法, 才行的嘛, 你猜真是, 以前我們看的那些, 四五十年代那些, 那些, 將軍那個說, 去到最後都起碼是, 沒有為國捐軀, 什麼身長的正義, 基督精神, 你不要講這些啦, 我們講一下, 好了, 那是很多政策的, 現在, 那些政策呢, 真是主要呢, 其實很誇張啊, 他說, 他說在, 他未來的三年任期, 尹世瑜, 他會將六點八的男性育兒休職價, 什麼叫男性育兒休職價呢, 就是說, 如果你老婆, 我的育兒有了, 那現在是六點八個巴仙, 就是說, 譬如, 你要回一百日工的, 你有六點八日可以休職去照顧老婆, 就會提升到五十個巴仙, 就是說, 你回一半工就可以了, 你老婆帶到, 喂, 這個很厲害, 那其他錢那些, 不要講啊, 什麼樓房中貼啊, 小孩子呢, 話畢竟你這麼誇張, 阿公養到十一歲, 由零歲到十一歲, 全部阿公養, 那份錢都收了, 阿公養, 好了, 在任外這幾年呢, 任外這幾年呢, 他就, 要是重設的嘛, 十三歲到五歲的呢, 就無償教育和照顧, 但是, 計劃就是會去到, 最後就是零至十一歲, 但是在任外, 他任外做了三年嘛, 就即時開始了, 第三至五年, 三至五歲的小孩子無償教育, 好了, 低息貸款, 買賣樓等等等等, 為什麼呢, 現在南韓的生育率呢, 一向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他最大件事就是, 今年第一季是零點七六, 是世界最低, 比去年的第一季, 已經少了零點零六, 但是, 吵你老母, 第二季, 現在已經預計, 可能會跌破零點七, 即是再這樣, 十級而下, 平均的生育率是零點七二, 那就講過很多次了, 一男一女, 譬如你有一千萬人口, 你要保持一千萬人口, 你的生育率, 最起碼都要2.1, 一男加一女, 那就有兩個人, 那就有生兩個, 點一就是, 有些是遇到他死了, 那些, 你一少了2.1, 只是大禮物, 那他只有零點七個, 或者200萬人, 在一代之後, 只剩下7個人, 200個人, 在一代之後, 200個人, 吵你老母, 在一代之後,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零中七, 即是七十人, 沒有了三分二, 那你怎麼搞呢, 這個是很大的危機來的,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歸納了三點南韓, 那我跟香港一模一樣, 但是香港真的, 真的不肯動嗎, 就是想著, 香港之前, 他們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不斷有些, 流動人口, 包括除了, 除了, 大陸下來的移民, 在過去, 有些, 譬如英國人是來到香港, 美國人來到香港做事, 他們會在那裡生, 都有些這樣, 那你現在這些, 好像我們看上去, 是越來越少的, 嗯, 第一, 就是養小孩子的成本很貴, 特別是補習, 那這些不特別說, 養小孩子的成本當然很貴, 我想你如果現在在香港, 我當所有東西, as usual, 讀幼稚園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那時候很便宜, 不用什麼錢, 我也不要算那些, 就是什麼棉乾碎濕, 奶粉那些不算, 我有些朋友, 讀小學而已, 那些私家那些, 都呈皮一個月, 七八千一個月, 好嗎, 那我當你那些不用, 那要不需要補習呢, 好, 樓價高, 成為這個負擔, 這個肯定是, 香港, 好嗎, 表理到最後, 十六點七年, 才可以買個四五百隻的單位, 你四五百隻的單位, 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夠不夠住呢, 以前我們四五百隻的單位, 你不要經常說以前, 社會進步, 生一個都不行, 是吧, 那你這樣說, 我又不要這麼切磋, 生一個, OK, 生多一個就不行, 那你有老婆, 要出去做事, 那你要出去做事, 那你要找個賓妹, 賓妹都未必有房, 那不就睡浴缸, 你以為好多就是這樣, 那你想多生一個呢, 但那些樓價要生房, 要講千幾二千萬, 是吧, 那這個就不生, 很簡單而已, 沒得選的, 第三, 就是因為, 他們曾經長時間, 的宣傳被人, 和女性受教育, 那這些原因, 是不是, 和香港那樣一樣, 嗯, 但是人家現在千里之行, 此意足下, 是全國的高峰會來的, 這個, 那你香港是什麽, 你老婆給我兩皮啊, 多謝了, 你老婆給我, 我先選房子, 你就癡, 現在這樣啊, 我都覺得, 韓國仔未必癡他, 是吧, 你更何況, 兩元, 你真是癡, 多謝了, 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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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